这两天新闻焦点还包括了大甲妈绕镜 我们来看到是这几天受到了封面的影响 各地的天气状况其实都不是很稳定 原本预报当中降距率是超过90%的 可是呢就有信众说当软轿来的时候 雨就停了就引发大家讨论 那么还有让大家讨论的就是呢 大甲妈深夜通过一级战区彰化民生路地下道 警方出动了呢600名警力维持秩序 在信众夹到欢呼声中 这软轿只花了5分钟就顺利走出地下道 虽然有零星的推起 可是在现场没有发生重大冲突 不过因为软轿行程延误了6小时 7号凌晨起假就一路赶路 信众几乎是用小跑步的方式跟着软轿 那么虽然呢天空中有的时候还是有些飘雨 不过信众很虔诚趴在地上遵教底 毕竟一年只有一次 在信众引颈期盼中 大甲妈祖联教深夜1点39分 抵达彰化市民生路地下道 现场大批信众聚集在地下道两旁 欢呼迎接妈祖到来 彰化警方崩起神经 出动600名警力护叫防止冲突发生 工作人员也帮忙疏导前方信众 让鸾教能顺利通过 被称为一级战区的彰化民生路地下道 虽然有零星小推击 但鸾教只花了五分钟就顺利通过 没有发生重大冲突 不过因为大批信众热情排队专教底 鸾教行程延误了六个小时 也是历年来通过地下道时间最晚的一次 鸾教一早快速赶路进园林 信众得要小跑步才跟得上 彰化清晨开始下雨 信众纷纷穿起雨衣 没穿雨衣的人 即使地上潮湿 依旧前程跪地钻教底 下雨也是要钻 因为园林市区的信众跟车辆太多 在这三环的救护车遇到绕境队伍 卡在车阵中 正当救护人员无计可施时 一旁的易销赶紧冲出来协助开道 让救护车顺利通过 要帮他疏导赶快冲过去就对了 对对对 那你家跟了多久 跟了15年了 大甲妈绕境第二天 鸾教从彰化市园林浦新一路南下 预计傍晚从西罗大桥进入云林县 欢迎新闻终合报道 哈喽我是林传佩 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 或是体谈动态吗 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